今天下午来了两个小老弟 就说哥呀 你能不能把我这个加工一下 我当时一看呐 这不是个丝堵吗 还有个丝 你怎么加工呢 他就说呀 你帮我中间掏个孔 完了这个丝母吧 长了你帮我车一下 我一听这活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我说这活我徒弟徒弟都能干呐 不用我动手了 后来我一听啊 他那钻孔里面还有平面的 我一瞅这就麻烦了 我说这必须大师傅才能干这活 我说这活啊 没有二十年的功力啊 你整不了这活啊 太难搞了 我先教教大家呀 如何磨这种钻头啊 说白了就是 大刀套小刀 小刀套老刀 一刀套一刀 环环套 就这么高尖端的技术啊 一般我是不外传的 谁学会了都悄悄的啊 别胜张啊 或许也老掉仙儿 还有财神来换 他的副甲让你流连忘返 我这上你的法 爱上乘你的玩 插个曲啊 刀这也磨完了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刀法磨得相当哇塞 下一步啊 咱就看看这个刀 到底快不快 它能出什么效果啊 先把肠的那个外母啊 给她撤一下吧 再插个曲啊 我钻头磨完了 我这开始钻了 这有很多小钢筋啊 就说你磨这玩意肯定不行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的 就好像啊 你们多么厉害一样 真正要你们干活啊 你们来手都不敢伸 对不对啊 剑盘侠同志们 由于啊 我这个钻头啊 后饼是圆的啊 给我掐爪子掐不住 老打黄 如果这个钻头 要是追饼的就好了 这家伙钻完以后 贼拉热呀 把我烫一嘚子 但是问题不大啊 我只是教学啊 哎呀 你们知道知道 怎么磨钻头就行了 最终啊 小老弟一看了 也挺麻烦 大师未动手的 我就说呀 你给五十块钱一套吧 十套五百块钱 这价格一点也不贵 小老弟也挺高兴 把钱就付了 关注大明格 不迷路